第六十四屆格来美奖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登场 台湾新锐设计师李正汉、余韦以巴格浪专辑 拿下最佳专辑设计包装奖 包装设计以纸张堆叠出海岸、山脉与人的样貌 呈现人与土地的连结 以让听众更接近台湾的原民文化与海洋环境 李正汉与余韦首度入围就获奖 他们也透过翻译致词高喊台湾是个美丽且爱好和平的国家 然后台湾奖会到李正汉和余韦 又有台湾设计师名阳国际 新锐设计师李正汉和余韦三号获得 美国音乐界盛世格来美奖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奖肯定 两人上台领奖时有有人担任翻译 表示很开心透过格来美奖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 李正汉和余韦是首度入围 以董事长乐团与第二代马来迎唱队的八哥浪专辑获奖 用山脉构成歌手和族人唱歌的样子 向着大海散播他们的文化和音乐 台湾这个海洋民主有着勇气 有着多元的文化 有着要把他们的声音散播到全世界的一个能量 这是我当初在做这张专辑一开始的出发点 李正汉过去曾组独立乐团 甚至非主流音乐在行销上的困境 强调曾是唱片包装设计 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听到非主流唱片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 就是因为比较少人在听 所以他们才会做得更用心 如果说这个专辑能够 因为包装设计站上国际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 甚至说让更多人知道 有台湾这个国家的创作能量 非常的庞大 这其实是我觉得设计在音乐里面 一个能够创造非常重要的价值 李正汉和余为 抱回台湾史上第一座葛兰美奖 文化部长李永德 已在第一时间至贺殿 作品本身也开始在台湾 引发广泛讨论和关注 中央设计尔林洪汉 拉斯维加斯报道 接下来聚焦提坛消息 终止卫权龙队在开季首战就双喜临门 不但终结去年对统一师在台南球场 临顺十二败的台南魔咒 还迎来林志胜转战龙队后的第一轰 而这也是他生涯第290轰 站上终止史上第一的位置 林志胜赛后表示 在绕累时还以为在做梦 直到踩到本蕾板才发现是真的 终止卫权龙本季首场比赛 做客台南棒球场与统一师的交手 本季从忠信兄弟转战卫权龙的林志胜 在5局上轰出全雷打 达成生涯第290支全雷打的记录 跟上终止全雷打王 打出去的那一刹那我都过了 但是跑的那个雷巴好像在做梦一样 从来没有想过会在第一场就会有这样的表情 那只全雷打出去做梦 觉得在做梦 踩到本蕾板才发现还是真的 所以满感谢 谢谢所有帮助他 非常恭喜他嘛 然后其实他 除了他自己的记录之后 我相信他带给球队其实蛮多不一样的感受 那我相信很多球员在他身上 应该学到蛮多比赛的一些调整的方式 让他打不好 然后他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态度 跟他打好展现出来的态度 我相信一天一年一天学习蛮多的 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会蛮大的帮助 林志胜在本季开打之前 生涯已经累计289支全雷打 与魏权现任打击教练张泰山 并列中职全雷打王 而林志胜在本季首场赛事就达成290轰 打击教练张泰山 献上花束祝贺 一开始我就说今天就会达成 对不对 因为今天他的状况 其实他就是一个人来风 看到一个兴奋的场合 他就会很疯狂 从中华队到现在 从以前看到他 只要破一个记录 或者是要在关键时刻 他都有机会马上可以做打准 这就是网媒所要求新的地方 然后其实我也跟他讲过 我说不要那么早打 要不然一下子我的名字 就不会在媒体上了 你就慢一点打 对不对 才一天而已 你看 明天我的名字出现了之后就没有了 你看看 我们要300欧 你再出来 300欧 也可以啦 这就是我给他的一个提取 300欧 林志胜也在赛后走向外野向球迷致意 留影纪念历史性的一刻 威拳龙此战表现亮眼 大线获利全开 中场以11比3 击败十对 中央设计的张欣慧 台南报导 在旧金山巨人高届EA的台湾旅美投手 邓凯威 去年在小联盟球技尾声 运用变化球搭配快速球 搅出生涯最多三阵的一战 获选联盟单周最佳投手 而能缔造这样的成绩 邓凯威表示 和改造过去犹豫不决的小动作有关 没想到成绍意外惊人 棒球比赛中 投手主导节奏 这个看似简单的事实 是绿美投手邓凯威 去年最深刻的领悟 去年球技一开始 他原本并不顺利 怎么投怎么被打 经过思考和教练讨论之后 改掉犹豫不决的小动作 成绍惊人 缔造了六局13次三阵的个人新高 还获选联盟单周最佳投手 去年在丢的时候 一开始 我会先接到球 我会退出投手板一下 然后可能摸个帽子 摸个球什么的 然后才站进去准备看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 可能就是这一点差的时间 就会让我不自觉去想 多想一些东西 然后导致到 在我投球的时候会犹豫 拥有153公里的优势球速 我的变化球 为什么对方不容易就碰到了 所以导致到后面就是 会一直想要去修正 我自己的身体 可是问题不是出在我的身体 他们都很强烈的 有很多转换 所以在那些球场上有很多 有很多打球 事前做好准备上场果断投球 登凯威也一步一步慢慢进化 球迷开心 秀出邓凯威的球员卡 展现对他的支持 邓凯威调整心态 加快节奏之后 去年球季后半段 渐入佳境 大秀三镇公立 成果有目共睹 未来表现备受期待 中央社界林鸿汉 亚利桑那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菲律宾与美国年度肩并肩 联合军演在临近台湾的 菲律宾卡扎严审 举行两期作战演习 在台海关系紧张之际 这场演习选址也备受瞩目 飞国藏领说 卡扎严审位于菲律宾北端 判借由演习发挥威责作用 并为可能的攻击做好方法 菲律宾和美国年度联合军演 肩并肩在旅宋岛北端的卡扎严审 举行两期作战演习 规模浩大 今年的肩并肩非美联合军演 有近9000人参与 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尤其今年的两期作战演习 选在卡扎严审 在台海关系紧张的当下 演习备受瞩目 卡扎严审距离台湾仅仅300多公里 军演宣指是否有因应两岸情势之意 引发外界联想 不过美方指出只是例行性演习 飞国将领则说明 今年军演从临近南海的巴拉旺省 遗失到卡扎严审 是为了防范来自北方的威胁 这是北方的威胁 这就是北方的威胁 这就是中国的威胁 还是中国的威胁 或甚至如果不必要用 俄罗斯和澳大利亚 可能如果不必要用 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 飞国将领表示 在国际冲突升温的情势下 势必强化海岸防御 也期盼借着演习发挥灰色作用 捍卫非国领土安全 庄舍记者陈延军 卡家严省报导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和装修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五一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